燕国再往北 像是黑龙江省 吉林省和内蒙古东北部地区的人 统一称为东湖人 而内蒙古南部 甘肃省中部 宁夏回租自治区 陕西北部等地的人 都称为匈奴人 东湖和匈奴 都是北方少数民族 山西当年原是晋国 被赵魏涵三个国家瓜分 山西北部地区的人 是赵国人 赵国的国都 在今天河北省的邯郸市 而河北省会石家庄 当时属于中山国 赵国为了抵御中山国 还依着太行山脉 修建了长城 以大半河北人是赵国人